说完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 讨论有关于禁止对中国投资的问题 说到这个对于中国进行行政禁令 投资的问题 消息一出 我也去问了一些身边的一些企业的人 他们就给我指出了一点 说只要不是立法 只要是行政规则都不怕 为什么呢 因为换了一届总统 这事就没了 这个事呢 只要是不以法律的形式 这个固定下来 都有解决的方案 当然了 这可能是他们的一面之词 也有可能是他们为自己 寻找某一种舒适区 因为的确 如果禁止美国对于中国很多企业的投资 那么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企业而言 是巨大的资金的损失 也让很多美国的企业 在寻求合作伙伴的时候 面临更少的选项 当然说到这个问题 就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政治的更新换代 平时我们抱怨 美国政治老人政治 现在在台上 我们说平均选民的年龄是35岁 去投票的人是45岁 而选上的人平均年龄都是65岁 他们只能够代表过去 不能够代表未来等等 现在美国的确是选举倒计时 那么共和党这一边是陆续有人宣布参选 民主党这一边几乎确定拜登总统会宣布参选 多个白宫官员也陆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就是拜登会继续成为我们的总统 但是副总统到底是谁 阁源会有哪些变化 近期我在和华盛顿的一些朋友讨论的时候 他们都给我指出了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说实话 我是没有想到的是谁呢 就是现在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有关于这个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贺平先生你简单讲一讲 对他的印象和看法 没什么印象 首先他是一个女性 女性我们首先要尊重一番 第二个商务部也不想大家想到权力那么大 而且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富裕之中 就是罗队岛 就是其实没什么多少经验 美国的内阁成员也好 美国的将领也好 美国的军事各种首长也好 通过川普世界基本上把他神话给打破了 神话打破了以后 使我们对各种人物都不能有太高的期待 因为他们有时候有能力 没有机会发挥出来 有机会发挥出来的是提效皆非 这个对于西方的政治家来讲 为了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这种挑战就是选举的气氛很容易被操纵 然后使你在这个选择副手 或者是选择割民的成员的时候 又要受这个气氛的影响 要受这个内部的这个利益的影响 使你这个政治家呢 本身要真正挑选自己喜欢的人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是一个我感觉的决策系统里面 比较微妙的 但是它是真是存在的一个现象 和贺锦丽在这个上个星期 我想是哪个电视网 接受这个采访 其实她强烈的表现出来 我要继续跟班农总统 战斗在一起 那么当时候在选择贺锦丽作为班农总统的副总统 候选的时候 贺锦丽是 贺锦丽是跟这个民主党的大老门写了一封信的 那封信呢 我很快就知道这回事了 所以我当时要跟大家讲 贺锦丽可能会选这个副总统 那么现在一个本质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的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因为大家担心了你这个贺锦丽当过检察官 你又是个女性 你又是个进步运动者 你会比较貌视 对这个班农总统很不尊敬 那么呢 这个 很担心这一点 但是呢 从投票的分析来讲 所以我刚才讲了民主政治有时候非常麻烦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总统和副总统完全娘马上 但是呢又必须要在一起 副总统是个摆设 他主要是一个对他的投票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如果他没有这种补充的话呢 他就不选这个副手了 也就是说 他选副手并不是选自己的真正的搭档 真正的伙伴 真正的这个 可能自己发生问题的时候他的一个国家的接班人 而是从投票的基地来讲 比如说我就缺女性的那一块 我就找一个女性 或者我缺少数民族这块 我就找一个少数民族 这样一种呢 这个搭配就造成现在的 这个民主政府里面的官员的这个搭配啊 越来越脱离了原来的 应该有的这个本质 应该有的本质是总统和副总统 应该是比较亲密的 虽然副总统没什么权力 但是他有时候突然之间 就是要看一下报纸总统完了 所以 你像美国的很多的重大的变革 比如说罗斯福新政 那么就是这么产生的吗 这个总统被干掉了 副总统他就上去了 原来那些大佬们 这些美国的大亨们 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个摩根 还有什么东西 罗格菲诺他们这帮家伙嘛 就操纵选举嘛 操纵选举让一个平原人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让这个罗斯福成为副总统 绝对没有想到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件 对吧 然后就开启了美国的变革的这一方 历史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 但是在偶然性的 之下的大部分都是平庸的 为什么是平庸的呢 他就在寻找一个最大的激励 这个激励就是有利于他能够继续当选 有利于在继续当选的时候 他在挑选这个 副总统的时候 他更多的考虑 他是一个大派制 这是很可悲的一点 但是 这也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现实 所以如果雷蒙多来出来成为好选人他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充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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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景丽因为何景丽你就没什么理由 我们现在讨论还不是副总统这个问题啊可能不止副总统 最近雷蒙多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他你有没有重新到这个去选参议员这样的计划 他说没有 总统问你是不是有选总统的计划 他没有回答 大家在评论雷蒙多的时候说他是拜登政府 冉冉冉冉生起的一颗新星啊 实际上呢 之前我聊天到的情况啊 在这个拜登挑选副总统的时候他对几个成员进行 我们叫vetting 什么叫vetting呢 就是说调查你的背景啊看各种各样的合适情况是不是能够通过参议院的这样的一个流程等等等等 当时呢 是雷蒙多是经过我们叫做fullly vetted 就是说他的一切背景是调查过的 是认为是可以打勾的这样的一个人选 所以他本身在这个名单之上 之前呢这个耶伦传出会离开财政部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么第1号接替的是谁呢 是雷蒙多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雷蒙多去接替财政部长稍微有点奇怪为什么呢 因为他整个的这个从政经历啊 我们看在罗德岛 罗德岛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美国最小的这么这么这么一个一个地方 除了这个海鲜之外大家对罗德岛这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布朗克罗德岛艺术学院啊 美国这个这个左派前卫自由艺术学生的天堂 但是呢雷蒙多本人啊有几点 让人觉得他呢其实啊在罗德岛是大财小用 第1点说到他的这个直立背景 这个雷蒙多他本人是哈佛毕业的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经济 毕业了之后呢他是以这个我们叫做rude scholar 就是叫罗德学者的身份啊 罗德学者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是学校的第1名你是不一定能够成为罗德学者的 只有隔几年每个学校的第1名才会成为罗德奖的获得者 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非常优秀的一个学生 之后呢他去耶鲁法学院去 这个Oxford去牛津读了社会学 那我们就看啊整个呢他的这个学术背景是没有问题的 非常优秀的学生 此外呢他跟商界的关系非常的好 因为他在这个从业的大多数时候在从政之前呢 实际上是啊这个非常著名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啊 这个private equity 就smood这样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士和华尔街也有非常好的关系 同时呢他在整个罗德岛期间呢 他的这个名名声是什么呢 是亲商的民主党人是pro business的民主党人 他呢进行了很多减税呀 放宽这个这个对于企业的一些税收啊 支持小企业发展的这样一个措施 所以呢他呢和商界有很好的关系 在学界受到尊重 哎让他在整个这个民主党现在这个光谱里面啊 是比较有我们叫做比较有铺张力的 比较有穿透力的 他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啊 这样的一个形象很难在整个全国的政治光谱中打开局面 不是这样的 另外啊我们就注意到他和拜登合作非常好 那我们就知道啊 美国拜登拜登政府三大立法的 我们叫做立法成功 这个不管是我们叫做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就减缓通胀法案 当然其实跟通胀没有什么关系啊 重建美国投资法案 还有对于中国的芯片法案 三大立法成功 其实背后全部都是雷蒙多的影子 但雷蒙多呢平时我们很少在这个媒体上看到他 有很多很炫酷的这种表达啊 本身也没有让自己的女性身份啊 自己的言的言论呢 成为某一种争论的话题 但是呢背后和立法者和白宫和国会啊 那么各界呢又处理关系处理的非常恰当 因此呢人家说他现在是拜登政府里面冉冉升级的一颗新星 在前几天呢在这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播客节目中啊 特别采访了雷蒙多 有人就说啊说现在啊我们这个这个啊 你作为美国的这个商务部长啊 我们这个航空啊实在是很差 你看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 你不要去管一管吗雷蒙多当时非常恰当的说 说我相信我优秀的我的好朋友啊 这个这个提特布迪奇纪部长所他交通部所管一定会把这件事情管好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他回答的时候的一种艺术啊 而同时呢 说到他所管管辖的这个罗德岛啊 那么有几个问题啊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就是罗德岛年轻人非常多 另外呢罗德岛的很多年轻人呢 其实备受我们叫做芬太尼所苦 那么所以呢 他一直呢是把处理毒品问题作为一个很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执政的要点 那我们也知道芬太尼尽管你从账面上来看很多是由墨西哥有拉美移入美国 但是背后呢是一种中国是非常大的一个源泉 因此呢在处理和中国问题的时候 芬太尼第一方面是中国和美国问题的一个焦点 第二方面 从中国和美国破冰的角度来看 中国只要在控制芬太尼这一方面呢有所善意表现 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啊 中美关系出现某一种解冻走出僵局的一个方式 另外啊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就是这个作为一个亲商的民主党人啊 罗德岛是整个全美国对于加密货币挖矿监管啊 最先开红灯的开绿灯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雷蒙多呢他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啊 他的这个政治光谱呢是比较复杂 但同时呢也是比较全面的 那么雷蒙多在整个政界到底能能走多远啊 现在我们不知道 但是啊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他并没有让他自己的女性族裔身份成为话题本身 他做的是事情 只是呢他恰巧是一个女性 这和其他的女性政客相比呢 其实就很大的不同 那之前我们看到美国政坛上这些高歌猛进的女性政客 不管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是现在的副总统哈里斯 那么都有一个特点或者是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身份本身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 而他真正做了哪些事情 反而呢成为了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 在这一点上呢你既可以说是美国的性别平等 还没有真正到那样一个程度 让大家呢可以完全脱离女性标签来讨论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这也是雷蒙多某一些政治智慧的体现 不让自己啊受争议的标签成为争议 本身而是让自己的成绩 帮助自己走得更远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最后啊 简单为大家开启这样的一个头 哎美国政坛 我们不要说现在时这个这个时下没有新星 也许呢有一些新星正在从某个角落冉冉升起 我们现在呢也必须要关注他们未来可能会有怎样的职业晋升生涯 哦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